畫面上是鎮冰嶼港色彩屋的港灣沿線 湧進了大批的外地遊客在這邊拍照打卡 從口音上來辨別很多都是外地遊客 甚至有大多數是外國的觀光客 大家對基隆的海港風光都覺得相當有魅力 那你怎麼知道這個地方在哪裡看到 我在網路我在那個Google有一個 是他們介紹 然後有我的朋友也是來過這邊 拍起來是不是很漂亮 對對對是很漂亮的 那你覺得 就看很多人來想來就這樣 喔喔喔 那實際來之後你覺得感覺怎麼樣 就還不錯可以拍照 有很多人來拍照嗎 喔 很多人要拍 這不是坐在這裡 本來帶的日本車 正經的啦 這已經變了一個很漂亮的鎮冰嶼 有很多人來拍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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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彩色屋跟這個的帶動 各位知道喔 我常看到很多遊覽車到那邊去 他們就會停留在這個地方 那也有一些遊客從和平島那邊走出來 在這邊候車 所以我可以想像啦 在不到半年 我們現在對面面對的這些房子呢 會開始改變 美化 對 因為市政府也有一個 政兵2.0的計畫要推動 所以各位可以看得到 每一棟每一棟每一棟 它會良性循環 呃 我們在本市裡面這個 和平島公園算是我們基隆市一個 最好的一個公園 而且和平島公園的周遭 不只只有和平島公園 還有現在我們所站的這個 我們基隆市的一個彩色屋 我們往裡面還有一個 我們少數族群 原住民族群的原住民文化會館 裡面有一些文化的內涵的一個展示 甚至於順著我們中正路 一直延續下去到我們的海科館 經過現場的詢問 許多外地遊客已經把這個地方 當作必遊景點 因為沿線有非常豐富的文化 與地質景觀 非常推薦遊客來這裡半日遊 走讀在地的基隆海港文化 因為我們早年是以漁業為主 所以大家從花東來 就是從事漁業捕漁的一個工作 所以很多的原住民族群 就是互相告知 所以大家都一起到基隆來 從事漁業的一個工作 就是現在這個海民國仔 叫做七號部落 七號部落 這個是台東一個部落的名字 因為地勢跟台東有點相像 所以就起名這個七號部落 應該安美族在原鄉都是靠近海岸 所以大部分都是從事漁獵的工作 所以捕漁這項可以說是他們為生的 這樣的一個技巧 所以應該安美族的幾乎都是從事捕漁的居多 從正濱漁港色彩屋到和平島地質公園 串聯到原住民文化會館等廊帶 可以說是基隆多元文化與產業的匯集點 展現獨特的海港風華 值得大家深度的細細體會 基隆這個山海港城的獨特故事 記者黃志生 陳淑萍 基隆報導